变化然后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冒号 OK 冒号之后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字串 串接 串接电话 哎 不过中间这边好像还少一个 换航符号 这也是换航符号是CHAR CHAR是致源的意思啦 就是找那ASCII code里面 是换航的那一个 那一般是10 10是换航的那个 致源 OK好了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这样OK的 A有没有 这个是 Name就是他的 名称 换航 地址 换航 And 联络电话 And 电话放过来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打勾之后看一下 有没有 资料全部串接不过 这里面的资料按右键 恐怕要什么 储存格 因为EXIO本身预设是不会自动换航 所以你要把自动换航打勾 然后字太大 稍微缩小一点好了 10号字 有没有看到 做出来 点两下 完成了 不过 露了一个动作 应该要先 先排序 因为我们要按照区排序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要后座 我先把这个先剪下 更正一下是 第1个动作 记得先把它排序 按照区来排序 所以 那个刚刚的动作 我先把公式先解下 把它贴上去 应该OK 就是说 先做一个动作 刚刚忘记了 就是排序 按照哪一个排序 按照Displace address 有没有 按照他先做排序 按确定 同一区的 是零区的 都在这里 大同区的 大安区的 那我们再把公式贴回去 按个打勾 其实也一样 点两下 OK 那你会发现 资料就产生了 再来的话 我们有资料之后呢 再来把它做成12区 点击他 点那一区 他可以跳过去 也是要把资料带出来 那带出来之后的话呢 将来一样可以在我的手机里面 跳到那个 我也一样可以 如果要一样可以查询 查询那个 地图里面的位置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先完成一下 那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就是 串接 最后记得 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没有换行 一定要记得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自动换列就可以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试试看